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了 这次的活动需要注意 是学生会的事情 稍微有点急 协校是鼓励同学们参与社团活动 可这次的经费需求确实有些超标了 对了 今早刚来的通知 市教育局即将举办以区为单位 多效联合参加的比赛活动 获奖者不仅可以继续参加市集和全国大赛 卫校争光 还可以获得活动经费 是不是两全其美 社团这边的工作 老师会帮你想办法 机会难得 这也是属于你自己的荣誉呀 学生会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同学 都是县城的队友人选 不如你先找人组队尝试一下 不是啊 是专门来找你 最近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吗 还是社团的工作太忙了 在教室的时候 听到你叹气了 我没有想打谈你心事的意思 但最近是有什么事不开心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和我说说好吗 真的 只是因为社团工作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来找我 我随时愿意帮忙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还有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 我们学校很少参加这种校外竞赛 前两天收拾学生会的活动室 连可以摆放的奖杯都没有 那说明这次比赛很有含金量 如果我们赢了 不就更加难得了 和我一起参加吧 好不好 正好 正好 体能和笔试我们各有所长 彼此取长补短 想赢也不是不可能啊 那就说好了 我负责体能训练 你负责整理题库 那预祝我们合作顺利 所向披靡 等你工作结束 我在操场等你 感谢观看 没什么 正好凉快凉快 刚跑了几圈 觉得有点热闹 没有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过来 先热热身 怎么了 你的眼神 怎么怪怪的 哦 抱歉抱歉 我正好在跑步 就把手机放在包里了 在学校里能出什么事吗 那稍微等我一下 我们马上开始 我现在状态正好呢 哎 我的衣服怎么 我的衣服怎么 好了好了 我们先去热个身 做个体能测试 不要再笑我了 我现在去找我 这边的衣服 我还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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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倒会耽误进度 欲速则不达 这可是本教练的前车之鉴 算不算天赋不好说 不过我从小就喜欢跑跑跳跳 记得小学还被老师找过家长 说我什么 对 精力过剩 亲戚们也总说我淘气 让我文静一点 幸好我爸妈很理解我 不仅没有责备我 还很支持我去尝试各种运动 他们觉得喜欢玩闹 说明我有活力又健康 只要注意安全别受伤就好 在普通人里算擅长和职业水平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更何况把爱好当作职业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我呀 只要在想运动的时候 可以自由自在地跑跑跳跳 就足够了 这也是我 是我们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所校园的原因 说实话 在一切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敢确定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 但才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只要我们两个一起 就一定能行 这次也是 所以别太担心 有本教练在 你的体能成绩肯定没问题 我刚刚自己疯的 感觉还不错吧 鉴于你是本教练的开门弟子 就先给你特殊优待吧 好了 今天做了好几项测试 早点回去休息吧 学生会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 不过放心 我不会忘记你留的笔试作业的 明天见 好厉害 好厉害 能根据比赛信息 整理出这么多知识点 感觉比出题者想得还全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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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睡着了 为难什么 才没有 最近可能是有点忙 主要是很多事情凑到一起了 不是因为比赛的关系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两人一起 所向披靡 你先回答我 当初答应和我组队 是不是认真的 是不是想和我一起赢得比赛 那就没问题了 只要心里的目标没有变 就足够了 过程当中没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当初学校那么大的危机 我们不也一起化解了 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比赛 还是说 你是嫌弃我这个队友笨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也监督我 好吗 参加比赛 是我自愿的 也是为我自己的一点私心 我是说 青春嘛 总要有点需要拼尽全力 才能完成的挑战才有意思 还记得我小时候看动画打游戏 每天都期待着自己也能肩负起拯救世界的使命呢 这次的比赛 只能算是个小小的支线任务 根本难不倒我 和你一起 从来都没有为难 你在意我 我很开心 但作为你的队友 还有教练 我也值得你多一点点信任 好吗 就像在之前的危机中 我们虽不确定结果如何 依旧相信着彼此一般 我没有你说得那么厉害了 难免还是会有觉得困扰的时候 不过 我有一门与自己和解的独门秘籍 要我传授你这个 可需要付额外的教练费哦 好 我招 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 把爱好当作职业 不一定是件好事 大概是初二的时候 有段时间 我非常在意自己的体育成绩 每天的训练结果都会仔细记录 可渐渐的 我却像是被那些数字困住了 认为没有进步 就是自己不够努力 没有天赋 我反而开始讨厌运动 一想到要去训练 就觉得抵触 连体育课也不愿意去了 后来我的体育老师找到我 问我喜欢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我才恍然大悟 我心中最初的喜欢 并不是为了某个功力的结果 我只是喜欢奔跑时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的感觉 仿佛只要不停奔跑 就能去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我想要的不是成绩 不是数字 是用我的喜欢 让时间变成快乐 而不是被时间困住 从那以后 我就养成了一个 在时间中寻找平静的习惯 男子一百米世界记录是九点五八秒 可这个成绩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无论十秒 二十秒 还是三十秒 只要我想去奔跑 只要我享受其中 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每当我遇到困难 都会注视着时间的流逝 回想自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在我理清这一切后 往往会发现 大多时候 是我背离了最初的方向 在自寻烦恼 如此一来 便先与自己和解 烦恼也就随之消散了 对了 我昨天想到一个新的训练方法 差点忘了告诉你了 走 我们先到体育馆去 我记得之前你说过 跑步的时候每秒都很漫长 看书的时候时间却很快就过去了 而我呢 是运动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背书的时候却没办法专注 很容易走神 所以经过一番苦思冥想 我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就是把这两项训练结合起来 我们本来就有各自擅长的部分 把这种擅长覆盖到两个领域 不就石板弓背了 别忘了 我们有两个人呀 体能训练有一个高效的方法 急速冲刺三十秒 然后慢跑三十秒 如此反复 三十秒 好像也是之前你计算过的笔试中 一道单选题的合理作答时间吧 在你冲刺的时候 我会从题库里选出题目问你 你知道就回答 不知道我就告诉你答案 在慢跑的时候 你再把题目重复问我一遍 这样一来一回 我们就都能记住了 一次流程就和之前的体能训练一样 一共五分钟吧 时间到了我们就交换 你背题的时候专注 在跑步时转移注意力 就不会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慢了 而我呢 运动的时候精神状态会兴奋起来 就不容易走神和犯困 有没有用 一会儿我们试试就知道了 还不错吧 还不错吧 那现在轮到我了 最开始我只是想着 怎么能让准备比赛的过程 变得更有趣一点 让你 别那么辛苦 我能感觉到 你特别想做好这件事 但好像 不知不觉间 给了自己很大压力 连背题的时候 眉头都是紧锁的 不自觉叹气的次数 比之前更多了 我也想和你做好这件事 不止这件 还有很多件 每一件 结果固然重要 可我希望 你也能享受这个过程 不然等到若干年后 我们再回想起这次比赛 首先想到的是痛苦和压力 不是得不偿失吗 过于在意成绩和排名 反倒与我们当初 守护学校的初衷 背倒而驰了 你笑了 那我就放心了 老师吗 这倒是个从没想过的方向 我倒是有预想过一些 又酷又富有正义感的职业 比如警察 或者侦探 不过 如果我的学生 都像你这样聪明可爱的话 好像当个老师也不错 啊 那个 我学生会还有点事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还没帅 早些休息 休息好了状态才好 骗人 你一看就没再休息 不会还在被提吧 我掐指一算就知道 刚才路过宿舍楼的时候 见你寝室的灯还亮着 没有 已经回去了 好吧好吧 其实我也有点睡不着 就干脆去操场跑了几圈 可能好久没参加这种竞技类活动 总觉得有点点紧张 不过 听见你的声音后 我觉得平静多了 怎么不说话 还是睡不着吗 既然这样 我就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吧 就给你讲个 小燕的故事吧 小燕 是整个王国 最勇敢无畏的少年 为了打倒恶龙救回公主 她开始了自己的冒险 我会发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到时间呢 怎么这么早就下来 没有没有 我也刚到 对了 这个给你 正好顺路给你带了早餐 看看喜不喜欢 所谓一天之计在于晨 早餐一定要吃好 好呀 这里到车站 还有些距离 我在你 你好保存体力 这点运动量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就当是晨练和热身了 我来说不算是晨练和热身 我去除了 这次是晨练 我来说 我来说 那你会不会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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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住我吧 不愧是传说中是排名第一的重点高中 连体育馆都有好几个 我知道他 第一中学实验班的天才学霸 十三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跳级考入高中了 毕竟晋级后 可以继续参加世纪赛和全国大赛 含金量应该很高吧 这么一看 我们就像是两只小菜鸟嘛 我收回刚才那句话 我不是不重视比赛的意思 那你先说 你当时只是为了赢 才答应和我组队吗 那我的答案也是如此 比起结果 我已经获得了更珍贵的东西 有个懂事 明镜下放在整个小岁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镜下放在整个小岁上 像是两只小岁上 如同属 connection 让开 都明镜下放在鸟上 地红上 可能是其他学校的选手更看重比试 相比之下就没那么擅长运动吧 倒是你 这次体测全是个人最好成绩 也太棒了吧 感谢观看 看来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呢 没想到是奖章啊 如果是奖杯就好了 就可以摆在学生会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了 那我们可要再接再厉了 那只剩下的百分之一就交给我来填补吧 怎么了 不可思议 那我要郑重声明一下 你不是在做梦 我们真的做到了 恭喜你在本次竞赛中获得第五名的优秀成绩 特授予你荣誉奖章 学校没有举办颁奖典礼 那我们就自己办一个 只有我们两个 到我了 那我们就在做梦中获得第五名的优秀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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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获得第五名的优秀成绩 我们就会保存好它 只要看见就能随时想起这段时间关于我们的回忆 我知道 但我等不及 在我眼里 这不仅仅是一个竞赛 也是一个难得而可贵的 可以在此与你并肩作战的机会 在荣誉的庇佑下 我可以无所畏惧地向你靠近 这就是我的私心 我们一直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啊 不过我只是现在说得好听 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担忧 校园工作那么忙 我们的交集会不会日渐减少之类的 可当我走在校园中 看到同学们无忧无虑地欢笑 看到一切重回正常的轨迹 我发现如今的一切 正是我们当初一起努力的结果 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而正因有你 我也更喜欢我自己 与你一起 我似乎无所不能 只要能守护我们共同的方向 可以继续陪在你身边 就已经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对我而言 比起目的地 更值得珍视的是旅途中的经历 所有人都会走向必然的终点 但我们正因不同的旅程 才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这段时光 有你出现 有你参与 就是对我最重要的意义 未来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让我继续陪你一起 好吗 好了 这下真的是完美的一天啊 有人想独吞奖励 看来我们要在庆宫宴上 好好聊聊这件事 就像颁奖仪式一样 只属于我们两个的时间 在庆宫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可以 计划圆满完成 已经做得很好 还要再额外努力一下吗 好 我也想多陪你一会儿 想一直这样 在你身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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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